族人趁着好天气 到已休耕多时的水艺田开垦 以集体劳动的概念将附协助耕地 不用现代机动农作器具 靠的是人工翻土 族人在水艺田中将水分割 使水分渗透到土里面 来与族人的生产劳动 以性别氛围分工的基础 男人的生产活动 主要在海洋中捕捞鱼类 即开垦水域田 跟最重要的水区和水源 妇女则负责照顾水域田 教务和织布 而其中最重要的水艺羊苗 就是由部落妇女来培育 来与水域田开辟出起 多位铺地鼠 水枝草等高精的植物 并利用其植物相克的生物原理 来经营水田 不过时代快速的变迁 传统农作方式 逐渐示威 部落其道门 期望藉由亲身的示范 使年轻一辈的族人 能感受到 祖先农作的智慧和文化 并将这传统开垦做法 传承下去 有些新闻 下面的大圣台东南语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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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